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繁紛 歡迎收看這期的節目 沒錯,這裡是全品牌健康電視節目 健康100分最後的家庭節目 《無煙家庭》推廣特別節目 其實何雲,我想問一下 你對於一個幸福家庭或和諧家庭 你認為應該具備怎樣的條件 我覺得一個美好的家庭生活當中 當然不少就是家庭成員之間 要非常和睦相處 而且要互相關愛體貼,善解對方 正所謂家和萬事慶 這當然了 所以在廣州市庫聯這幾年 可以說對於家庭建設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特別是在家庭文明建設方面 整合了文明家庭、廉潔家庭 平安家庭等17項 可以說是在家庭文明建設方面的工作 而且努力打造最美的家庭建設品牌 每一年都會有一個主題家庭系列活動 通過開展這個感動廣州 最美女性的評選 以及尋找最美家庭 這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活動 挖掘了大量的先進典型 也傳承了美好的廣州記憶 沒錯 接下來我們事不宜時馬上來看看 廣州市這兩年來 我們最美家庭的活動情況 為了認真貫治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 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 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鋒 使千千萬萬個家庭 成為國家發展 民族進步 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 的重要指示精神 從2014年開始 全國府聯開展了 尋找最美家庭的活動 廣州市府聯 將尋找最美家庭活動 作為家庭文明建設的創新實踐 和重要握手 面向廣大家庭和婦女 不設門殘 不設標準 不選取十全十美的高大上 而是在和諧家庭中 各自突出一方面的優點 並依托全市城鄉社區的 2600多個婦女之家 全方委動員 利用廣州家庭網 廣州府聯網 廣州市府聯官方微博 廣州女性官方微信 等新媒體平台立體化宣傳 以組織推薦、公眾舉薦 網絡自薦等 發動廣大家庭多渠道參與 結合家庭特色的廣泛性 典型性、時代性和影響力等 推選了多類型示範家庭 更加注重在高科技、高知識 自主創業 並帶動其他家庭 增收支付等方面 尋找最美家庭 推選出 知已成學、林國傑家庭 冷冬春秋、徐克成家庭 公僕本色、劉可文家庭 境雲不留、烏松君家庭 仁者愛人、李祥信家庭 占行信仰、陳德昇家庭 天地英雄、楊開林家庭 葉廣為勤、宋慧桃家庭 子於智善、周偉鄉家庭 特教友方、盧偉豪家庭 等廣州市十大最美家庭 其中墨健德家庭、林國傑家庭 分別獲得2014年和2015年的 全國百戶最美家庭的稱號 這是廣州家庭的光榮和驕傲 讓我們共同努力 在中華圓夢的徵程中 培育和戰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將家庭文明傳揚得更遠 2015年廣州市十大最美家庭 已經揭曉了 而今天我們也將他們 請到我們的節目演場 歡迎我們這十位最美家庭 好嗎 好,下面事不宜遲 我們會請出我們的七位嘉賓 為我們的最美家庭受證書 他們分別是 市路領導、袁廣州市市長黎子樓 市人大常委會 袁副主任蘇俊忠 廣州市袁副市長姚蓉斌 廣州大學袁港委書記陳萬鵬 廣州市副聯主席蘇貝 廣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堅韻 廣州市控煙辦副主任林少鵬 可以說最美家庭活動是傳遞了 廣州家庭孝弟行,濃於血 善之舉,重於山的大真大成 大志大愛,向善向上 不可缺失的正能量 好的,謝謝… 謝謝我們的家庭代表 也感謝家庭代表 家庭代表 謝謝各位領導 看到這個溫暖的時刻 真的覺得很激動 同時也感受到他們的幸福 可以傳遞到現場每位觀眾朋友 可以說廣州市副聯根 在家庭建設工作方面 不僅則則供於最後家庭的推選 而且也對於廣州市家庭服務公共平台 非常重視 要介紹一下廣州市家庭公共服務平台 是什麼呢 我想每一位家庭 都為尋找保母而煩惱 所以在這方面 只要你用網站或是APP 或是電話方式 作為僱主的你 很快就會找到一個 你很喜歡、很合心的家庭服務人員 而最把握的是什麼呢 在市家庭認證和審核的家庭企業 提供服務 因為這些企業都是優質企業 沒錯,有70多家優質企業 支持和參與這個平台當中 沒錯 現在平台的瀏覽量 已經超過26萬 成功幫超過500家庭尋找保母 可以看得出這個平台的實用性 是非常之高 而且它是唯一的 可以說是官方平台 所以有這個官方平台的出現 可以說是我們廣大市民的福音 也看得出我們廣大的廣州庫聯 對於我們廣大市民的關心和關愛 好,下面事不宜遲 立即掌聲有請 廣州市庫聯主席蘇沛上台 為我們支持,有請 蘇主席 廣州市庫聯確立了 以家庭為工作的主陣地 以家庭文明、家庭教育、家庭服務 為三輛馬車 品牌化地推進美好家庭建設的 一個工作思路 大力倡導和推廣家庭控煙 營造健康衛生的家庭環境 是我們樹立良好家風 建設美好家庭的重要內容 在進一步豐富美好家庭建設內涵的同時 創新將家庭控煙 納入到全市控煙工作的總體佈局上來 推動控煙工作 更趨立體化和社會化 深入擴展控煙的覆蓋面 真誠希望廣大的市民和家庭 都踴躍地投入到家庭控煙 這個全民的行動中來 為建設健康綠色廣州 貢獻家庭的智慧和力量 多謝大家 謝謝蘇主席 這次活動也號召全港州市的市民 都來響應控煙盡萬家 最重要是幸福你我他 沒錯 而說到控煙 我們就有一個人不得不提 他就是我們的市路領導 原廣州市市長黎子樓 黎魯市長真厲害 他是中國最早提倡控煙 最先提出創建無煙城市的市長 也是中國第一個將辦公室 列入到禁煙範圍的市長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 自動自歌戴頭戒煙 厲害 所以大家掌聲有請 我們的黎魯市長上場 接下來其實有一點問題 要問問我們的黎魯市長 其實我想問黎魯市長 吃煙的年齡有多長 我吃煙的年齡是13年 這是老煙文 是的 是的,老煙文,但時間很早 我是1950年開始抽煙 1963年戒煙 即你戒煙已經差不多五十多、六十年 沒錯 為甚麼會戒煙呢 因為頭痛、失眠 醫生在那裡說很難搞的 你減少吧 煙是很壞的 越抽越多 沒辦法戒煙 好了 但是他要勸我的戒煙 我的戒煙很簡單 第一,就是吃小湯 帶著四盆袋的小湯 小小的那些 吃到口酸的位置 就可以控制住 好了 但是周慧覺得痛苦 當時的歷史環境 每個人都抽煙 喂,荔豬樓,整口吧 很難拒絕 不,一吃了口 春風吹猶生,野火燒不盡 繼續死灰復煙 是 可能第二次是吃華梅 華梅真的吃到口也淡了 也不行 最後我怎樣戒煙呢 我想,為甚麼戒煙不了呢 戒煙半了 最後我看到一本小說 因為我都很喜歡學習 《寶爾柯察金》 《高鐵士忠約練成的》 我看到最後,下大他心 一手榮在後煙 從今以後不收煙 我就是意志共毅力 意志毅力 來源之對要解決自己身體健康 靠你一個 所以我這樣戒煙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想問一下黎老師長 你覺得最難做到的是甚麼 就是下定決心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所以我說 抽煙的癮頭過癮很深刻 戒煙的痛苦過程 我也很深刻 因為是年半 但是知道抽煙的害處 拒絕控煙的好處 不抽煙的好處 我們當然是戒絕的 不是控煙 是全部不吸煙 那就叫戒煙 所以我全家三代人沒有一個抽煙 非常厲害 對,所以我也有問題 要問問黎老師長的太太 稱呼太太 又阿姨 其實你在黎老師長戒煙的過程當中 你給予了她的甚麼支持和幫助 有監督她嗎 有 怎樣監督她 其實我一向都不是很開心她吃煙 我結婚的時候已經叫她不要吃煙 當時有煙票 她煙票,我就不給她 全部給了朋友 所以我絕對不支持她吃煙 一定是支持她戒煙 其實幕後的功臣 休阿姨也有一份功勞 肯定了,把煙票都藏起來 今天黎老師長難得上我們節目 來到一場 也很想取經 因為我們健康節目 其實老市長,大家看到了 氣息也好,精神也好 還相當靚心情 我想問黎老師長 你的養生秘訣是甚麼呢 即是長壽的秘訣 有甚麼技巧可以傳授給我們 下一節回來黎子樓市長 跟大家分享養生秘訣 簡單說,三點 甚麼是三手煙呢 危害有多大 吃香口膠 抽電子煙 去嫁煙門診接受治療 這些方法可否幫助嫁煙呢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精彩不容錯過 精彩不容錯過 涼茶領導者 冷卻相當更有口感 麥當勞全新蘋果新的趣 看白電風 看白電風 挑戰主張 森不容錯過 整間的東方 然後馬上回來 你女朋友 請主張 來自放 长生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长寿的秘诀 有什么技巧可以传授给我们呢 简单说三点 一 心是要健康 家庭真的是和谐 家庭和谐是增加了很多欢乐 是不是 就是你说 全能起怒哀乐 没有 没有一个人说没有起怒哀乐死 但是他能够控制 能够平和处理 这个第一 首要 第二 色度运动 不过我运动 国取所需 你不是个个做法不行 你这么多体育运动 开展全民体育运动 我个人踏入了这个年龄 以前不是 篮球打长棋跑步 骑单车骑了42年 交通工具 够日日运动的 但是年纪大了就不行了 所以我就选择了 而且我做过大手术 选择了两项运动 一 又水又泳 因为我水香 不会有水是会浸死的 我纯德 前面是冲 后面是冲 你不会有水 就会浸死 住水 起手 学校 所以我很热爱 所以一有时间 我在各种环境都有 但是老实说 东荣就不行了 太冷了 顶不住 但是都选择有温室 有灵智 有时间 第二 打高耳呼球 因为他男女老少 我不是单纯宣传曲 那一句话 男女老少 刀佳适宜 年少四五岁 年纪打到大了九十多岁 没有对抗性运动 最后我唱语曲 运动的就是健身 唱语曲的就是连气 两者揭合可能会好些 大概我一说 初步我这样想法 至于是否怎么样 再说明一下 这么大年纪 没有冲是这么正确的 有冲冲才对 但是不要致命 全靠平常注意饮食 这些是他负责的 开菜单、煲湯 他负责 我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黎老师长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养生的心得 谢谢我们来的黎老师长 和优依,谢谢 说到这个幸福家庭 我觉得必须要从戒烟、控烟 做起 没错 这个幸福才有真正 实在的意义 所以说到控烟这个话题 我们真的要听听专家的意见 说起专家一定是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江朝强教授 而江教授是广州医科大学教授 研究生导师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 英国百明汉大学客座教授 广州市控烟学会高级顾问 以及控烟专家 下明我们掌声有请 江教授上台 有请 其实我们经常听一手烟、二手烟 但现在还有个概念就是三手烟 这是一个怎样的说法呢 什么叫三手烟呢 吸烟的人 如果无论你在室外或者在室内 在室内的家里有人或者没有人 但是吸烟你 它孵出来的气流 烟里面的化学物质 它就会沉着一些 比如在个人的衣服、头发、皮肤 这个身上 特别是有些化学物质 有些河粒 还有有些阴灰 它就会停留在吸引人的身上 如果在室内吸引人的 它这些河粒和这些阴灰 可能它就会沉着在你家里 室内那些梳化 或者地下 或者墙的地方 如果当人来了之后 家人或者其他人来了之后 碰到这些梳化 碰到这些墙、家具 它在室内就会接触了 接触有些物质可以通过皮肤吸收 有些物质如果你没有洗手 通过拿东西来吸 它就可以吸收下去 尤其是小孩 比如说老爸吸烟 小孩抱着小孩的时候 小孩亲亲爸爸 或者是碰碰 头发 亲亲生存的东西 那这些物质 就会吸收到小孩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个就叫做接触三手烟 经过江教授的讲解之后 其实我们对于这件事 真的有个深刻的认识 当然我还想问江教授 对于吸烟的人来说 什么时候戒烟是最适合的 对于一个粗烟的人 无论是任何一个年龄 譬如说 年轻、中年或者老年 什么时候都可以戒烟 这个也适合戒烟 当然如果从吸烟对身体的危害 我们提倡做戒烟就做好 更加好 其实我相信戒烟很多时候 都是心理的人 比生理人大 很多人过不了自己心理的关 而不是真的身体上需要这件事 好像我有个邻居 他经常说 我吃完这一口就不吃了 这一口是最后一口的 三年之后 还在看他吃不完最后一口的 永远是最后一口的 但他内心也很痛苦 因为他想戒烟 他就觉得很焦虑 很糾结 其实这个看得出戒烟有多难 这种情况其实是层出不穷 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所以下面我们一起来 看看一个戒烟家庭 看看里面他们发生了什么故事 而我们的江教授 又可以如何为我们去解答 请看大屏幕 司徒今年35岁 吃了烟十几年了 自从结婚之后 外母就搬来同住 外母嫌弃烟味太难玩了 于是跟女儿伤管齐下 逼四肚戒烟 女儿,你老公这样吃烟法不行 我叫他戒了很多次,没办法 那我再想一条方法 看你走不走 那伤管齐下应该没问题 试试吧 用煲仔粥 用炒香的京葱和洋葱的电池 你会有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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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的 爽的?等你 厕所也搅拌了,怎么办 有什么 想来压烟,多买点花 老婆, 睡吧, 連你都對我 幸好還有三包 還有… 瘦不瘦了, 不給你吃 那不用住了, 我自己出去住 太太沒收私套的火機, 煙燕灰種 家裡填滿了鹽禁吸煙的標誌 老婆, 出去走一走 先回來, 趕快 又在這裡吃煙 又在這裡吃煙? 老婆… 老婆, 放我們進來吧 放你進來也可以, 大煙 這些方法可否逼師徒戒掉煙人呢 觀眾真的笑得很開心 是否有類似這樣的經歷 都是這樣搶走老公之煙 所以我們要問問我們現場的觀眾 你認為這樣強迫戒煙有效嗎 我是一個煙民 但現在解釋了很久了 我覺得主要是靠人的思想 好像黎智隆思想說的 是靠自己的毅力和思想 要是吸煙危害健康 知道了之後 加上自己的家人 包括子女、愛人 來按住你 提醒你不要吃這些 要雙管齊下才有效 就不要強迫不給吃 我覺得效果不太大 還有一個指思想靠自己 好的 很有道理 謝謝… 對了 雙管齊下 那究竟合不合呢 我要請教一下江教授 解煙我覺得要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一定要認識到吸煙對人體的健康 曲曲實實的挨去是非常之大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非常明確的警告 這個機率很大 所以你吸煙就半隻腳踏入死亡谷 沒錯 但有一件事就是 強制解煙這招不行 接下來要用另一招,對吧 對,剛才短片的故事 還在繼續 這招不行的話 還有甚麼招數呢 繼續看短片 媽媽,我們硬要他解煙這招 不行,他屁股越來越暴躁 我也有這種感覺 他比平時還要吃多了煙 不是 這樣吧,硬的不行,是軟的嗎 軟的? 那試試吧,比硬對硬的好 老公,舒服嗎 手勢進步了 手勢進步了 不用說了嗎 我知道這段時間辛苦你了 知道就好,多辛苦 我跟媽媽商量過,不用你戒煙了 是嗎?真的嗎 那就來了 怎樣了… 先別吃了,吃得花生 來,我給你吃 手勢 當司徒飯後,煙引起 準備要去吃煙 太太就會獻殷勤 拼命餵他吃零食 或者是水果 外母在家裡也放很多香口膠 每天都會遞香口膠給司徒吃 這麼多水果吃煙 糟糕 吃完就可以吃了 嗯 甜不甜? 很甜 買點正的給你了 戒煙辛苦,就先找一瓶頂住 是電子煙,你先試試吧 請問,這樣的方法 可否幫助司徒戒煙呢? 關於電子煙的問題 從很多資料來看 都不太主張 因為,為什麼呢? 電子煙呢 有一些電子煙呢 它是含有尼古丁的 就是裡面都有些尼古丁的成分在這裡 另一個電子煙呢 它有非常多的添加劑 有非常多的化學物質在這裡 包括一些全類的東西 就是這個 物質啊 病亦旋的物質都在這裡 裡面都有的 所以,對這些化學物質在電子煙裡面吸了裡面去 對身體健康到底有什麼影響 以及影響到什麼程度呢 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觀測和研究 才能夠作出一個結論出來 所以,我們從醫學來說 我們是不主張吸電子煙的 但是,剛才看到這個片 是凡效如果能夠鼓勵一下 讓煙引來的時候 叫它多喝點水 吃點小食 吃點,或者這個香蕉膠 特別不含銅的香蕉膠 因為這個香蕉膠 如果吃太多糖的東西 對身體過多是同日 不主張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香蕉這樣來引渡 也是好的 其實,加煙的附葬方法是有很多的 大家可以摸著石頭過河 沒錯 指示他 其實說到這個戒煙 我相信是一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還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繼續來看短片 現在我們這樣做 硬又來過,遠又來過 好像沒什麼成效 那個煙引還是有的 對,我看他這麼辛苦 我也不忍心 難道每天跟他吵嗎 這樣吧,我戴口罩來走一走 大家家人 那就很難餵你吧 沒所謂 戒煙 這次不戒煙,也對不起你們 師徒見太太和外母 為了幫自己戒煙都費盡心思 終於被感動 而決心自己戒煙 在剛開始,立心要戒煙的時候 身體會出現頭暈 胸門,嘔吐等不適症狀 你怎麼做?整頭是汗的 戒煙煙煙得這麼辛苦 飄了冷汗 外母看到他戒煙煙得這麼辛苦 就建議他去醫院的戒煙門診接受治療 請問戒煙是否需要去醫院治療呢? 如果他自己下決心戒煙 真的已經下了決心了 而且在家人、朋友的幫助下 都很難解得成 我建議最好就是到醫院戒煙門診去 正式接受一下戒煙的治療 這是非常好的方法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已經意識到吸煙的危害 但自己戒煙可能決心不足 或者監督不足 與其白費周折的話 不如去戒煙門診試一試 說不定可以得到出奇意料的效果 沒錯,說到戒煙門診 其實現在廣州的各大醫院 其實都有這個門診 即是甚麼人才適合戒煙門診去戒煙 而且成功率有多高? 我們說如果在自己在家裡 戒煙不成功 我們都鼓勵他到戒煙門診去 接受戒煙門診的治療 戒煙到現在到戒煙門診 成功率大概有多高? 根據我們現在的統計 戒煙成功的 大概接近百分之三十 即是我們已經戒煙了 其實聽完江教授說這個數據之後 我感覺戒煙的人群的數量 是慢慢地流失 而且是越來越大的 其實都可以理解 你想想,出了門診之後 就失去醫生的監督 自己的戒律能力又不夠 當然慢慢堅持不了下來 不過其實家庭成員 跟燕民相處的時間是最長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家庭成員又可以做到甚麼呢? 其實江教授 一個家庭可以鋒別吸引的人 像剛才我們看到的 這個太太來勸那個先生 通過各種手段 他知道吸引對自己的身體健康 又有這麼嚴重的危害 另一個呢 他產生的二手因和三手因 對家庭,特別是對自己最親愛的太太 對自己的小孩 他的健康又有影響 我從我自己看 可能對戒煙民產的諮詢 家庭這個主婦起的作用 不壓抑去了戒煙民產的作用 我自己這麼想 是的,可以說 其實通過江教授的一個講解 我們對戒煙、對控煙 其實有了更深刻的形式 大家不如給我們江教授一點掌聲 好的,謝謝… 戒煙不易,控煙更難 控煙有哪些新舉措呢 社工們如何開展家庭控煙服務呢 廣州好爸爸 跟他們的家庭成員 控煙的方法又是怎樣的呢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精彩不用錯過 熱夠脆 冷夠遠 冷易相撞更有口感 麥當勞全新蘋果新的脆 看白電風 到廣州新世紀白電風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本欄目由雅培清智特約播出 其實我們去戒煙不僅需要去醫院 靠醫生,而且家庭成員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只有在家庭成員的幫助之下 其實我們才會有 更進一步 嫁煙成功的可能性 其實在家庭成員方面 我們應該有甚麼可以做到呢 今天我們節目的現場 你也請來了 兩位從事家庭服務的 專職社工人員 現在我們有請他們上台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們為甚麼會有一個家庭 控煙服務這樣的一個工作呢 在我們實際的服務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觀察到 就是關於吸煙這個問題 對家庭是有很強的一個困擾的 所以呢 我們就想從三個維度 來開展我們的服務 首先第一個維度呢 就是社區這個層面 我們會加強對家庭控煙的 一個宣傳 營造一個有利於支持的 這樣的一個社區環境 第二個呢 就是家庭這個層面 我們調動每個家庭成員 他們個人的功能 然後家庭完整的 這種情感的支持系統 然後來支持我們吸煙者 然後在家庭裏面 給予他一些支持和關懷 這樣也有利於他們檢驗 最後呢 就是一個個案的一個管理 我們每一個來求助者呢 我們會建立起一個 專門的一個檔案 然後呢 評估他擁有的各方面的資源 像家庭啊 以及他有沒有去過門診 然後又去諮詢 醫療的一些方法呀 然後給他量身定 做一個個人戒嚴的一個計劃 這樣就會三個維度下來呢 就會很好的來支持他們戒嚴 那其實聽了你們那麼多的服務的介紹 其實你們對未來 你們自己有什麼一個期待和期望 今後呢 我們會更加的緊密的跟政府 跟婦聯組織 然後更去更加好的做好這個服務 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嘗試的去總結出 廣州地區家庭空焰的 這樣的一個服務指南 也一方面推動社工的發展 也造福於千千萬萬的家庭 多謝我們的兩位社工 多謝 多謝 下面呢 其實我們準備了幾個關於 食煙和控煙的話題 要出題 考考我們現場的很多位觀眾 第一條問題就是問 我們廣州市全市統一的 控煙電話號碼是多少呢 12319 恭喜你 剛剛做的 第二條問題就是 世界無煙日是在哪一天呢 5月31號 恭喜你 答案了 是 好,看來大家都覺得問題有點簡單 我們不如進入這個難度的問題 好嗎 好 就是廣州市控制吸煙條例 是什麼時候開始實施的呢 是2010年9月1號 非常厲害 厲害,謝謝各位現場觀眾的 踴躍參與 那下面我們就掌聲有請 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 蘇晉忠 廣州市原副志長姚蓉斌 廣州大學原黨委書記陳萬鵬 廣州市城管委副主任 徐建韻 對,說到控煙 第一個要提的就是 我們的姚副志長 是 真的為控煙作出了很多努力 沒錯,也是我們控煙協會的會長 是 其實說到這個廣州早期控煙 在一個怎樣的情況 是否真的舉報為奸 在早期控煙 確實是有些困難 但是,也說不上是舉報為奸 就說,因為我們廣州市 我覺得絕大部分市民 這個方面的意思還是有的 但是也有少部分 這個,洗煙者 好像經受不住誘惑 特別是在一些商會 他們舉辦一些活動的時候 比如說其中有人抽煙 其他的人就跟著效仿 這樣的 但是那個時候 當時酒店也不太敢去干預 好像覺得這樣干預了以後 會不會影響酒店的生意 什麼的 這樣的情況也是比較多 當時效果比較好的就是 我們的醫院啊 我們學校啊 以及我們的一些政府部門 他們的會議室 應該是還是做得比較好 但是在這個餐飲行業啊 這些一些公共場所 就是好像卡拉OK廳啊 這些地方就是比較做的困難一點 這方面困難一點 但是現在應該說已經好很多 我們已經有一些無菸餐廳 都已經出現了 其實通過姚市長的介紹呢 我們對廣州控菸的一個基本情況 就已經是有了解了 那接下來呢 我想去問問我們的蘇主任 蘇主任呢 您談談廣州控菸立法 在這方面它的意義是在哪裡呢 那從我們廣州立法以後 應該說是 這個在 這個減少我們老百姓啊 我們的公民 對被煙草的危害 應該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呢 也是體現出我們積極的旅行 這個國際衛生組織的這個框架工業 跟國際接溃 對於我們創建廣州市的文明城市 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沒錯 可以說呢 通過我們蘇主任的一個介紹呢 可以說這個控菸立法的意義 真的是非常重大 因為是為我們整個廣州市民的 這個身體健康呢 是邁進了一大步的 那接下來呢 其實我還想問一問徐主任 徐主任呢 那您其實對於控菸執法這方面 廣州市的一個情況是怎麼樣的 執法呢 雖然有難度 但是呢 效果還是比較明顯 我們廣州市呢 是在全國率先推出這個條例 現在正在修改細則 下一步我們控研辦和控研協會呢 我們還要出一個指南 所以呢 在執法當中呢 我們每月我們集中三天 重點場所呢 還是我們各級政府機關 社團組織 以及呢 以看影行業 以及開TV等 以及包括網吧 我們陳管委 下一步呢 在執法當中 可能會更加嚴格 可以更加廣泛 宣傳的效果 宣傳的形式 會更加多種多樣 聽到了 電視機前的朋友 整館已經是加大力度 準備開始做事了 要專技手法 千萬不要被人捉到認 沒錯了 公共場合更加就不要吸煙了 是的 最後呢 都想跟陳書記來聊一聊 其實很想問一下你 覺得無菸家庭的意義何在呢 這個人 在正常的情況上呢 他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家庭裡度過的 家裡有一個人超煙 那麼其他家庭成員 他受到二手煙的危害 他可能 比他在工作的地方 在工作場所 公共場所所需的危害 更加嚴重 現在富南開展這個 無菸家庭的活動 可以確實是為我們 廣州市的 廣大的市民 每個家庭 都做了非常好事 好 謝謝陳書記的 也多謝了 攝影的領導為廣州市紅煙 所作出的貢獻 可以說呢 聽了我們領導們的一番說話之後 其實我們都會深切感受到 紅煙其實是任重而導遠的 但是 辦法還比困難多 所以我們對未來廣州紅煙 仍然是充滿著信心的 所以今天藉著這個大好的時機 我們真心這樣 來舉行一個特別的儀式 是什麼儀式呢 就是我們廣州好爸爸 紅煙的宣誓儀式 接下來就有請爸爸們跟我一起宣誓 我承諾 我承諾 從今天起 從今天起 我要讓我的長輩們 我要讓我的長輩們 生活在一個無煙的環境中 生活在一個無煙的環境中 讓我的愛人 讓我的愛人 不再遭受煙草的危害 讓我的寶寶 讓我的寶寶 可以呼吸清新空氣 可以呼吸清新空氣 那麼接下來呢 可愛的媽媽們跟我一起宣誓好不好 還有小朋友們一起好嗎 好 我承諾 我承諾 我們將大手牽小手 我們將大手牽小手 空煙路上一起走 空煙路上一起走 你我同心健康萬金 你我同心健康萬金 好 早晨也送給我們可愛的媽媽 跟可愛的小朋友們 宣誓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也一起來 喊出我們的口號好嗎 空煙進萬家 幸福你我他 今天的各位爸爸 當著電視機前 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一起宣誓 是 來解除這個漏集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沒錯 我們也鼓勵他 支持他們 所有的朋友 一起來做控煙 好嗎 好的,謝謝大家 好,今天我們的節目 就到這裡了 可以說很感謝大家一起參與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